現在 進來 成為Elder Lord 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Elder Ring 力量戰士 我們的火山篇繼續 終於拍到第30集 我猜我可能要45集才能爆機 因為我真的玩得太仔細 我們上一集打完火山的暗殺任務 其實暗殺任務還未完結 上一集因為時間關係 我欠一個暗殺任務就是帕奇的暗殺任務 我們上次暗殺了四個對象 算了貝納爾的任務 其實帕奇經我們來火山觀底玩了一輪 他已經在正門的大門前 其實我是跳了一步 正常如果你還未完結 那些暗殺任務 帕奇如無意外 應該是在火山觀底前 這些地方的燈山位 會有一個陰利的劇情 但我因為掛著拍過暗殺任務 就錯過了 所以跳過那些任務 帕奇就會直接過來了 我們現在來和他聊聊一下 他又串我 又說什麼拉雅的眼光媽媽呼呼 即是他覺得我不是英雄 這張嘴巴 這張嘴巴 歷代以來都是這麼臭的 這張嘴巴 當然可以繼續找他買東西 但如果你問他的話 他會有一個暗殺任務給你 是否有驚訝我屬於的 我一直以為貪協的 我一直以為我會擁有不上色 我以為我可以擁有不上色 也不再要說 Taneth一直令我興趣 我相信她的師父應該真的有什麼 因為她是很疼 即是她說過的 她的極心 她仍然站在 我沒看到一個女生 第一次聊天 他會和你交代 夏依和火山觀底的劇情 和她說她對女王有些興趣 對火山觀低有點興趣 我們現在過來這次復休息 休息一下場景之後 他就會給我們這個任務 聊聊天 給柏奇信你 他就在這裡說 你這個材料叫我好好完成委託 他說前輩要提攜後輩 其實是因為柏奇的暗殺對象非常難打 他不夠打就塞封信給我們 打這個大國瑞格拉斯 就是今代的哈維爾 一個很重裝的戰士 而暗殺的地點就是在阿坦坑道 我們在之前已經來了 就由尼耶利亞偷渡上來 阿坦坑道 不是阿坦高原 就是要經阿坦坑道 中間殺了一隻熔岩土龍 位置就在那裡 過來的時候 你後面就會有這個印 那我們出發 這隻瑞格拉斯也挺厲害 一個重裝戰士 但是他會掉落全遊戲最重的裝備 而且他的印性是超高的 不過幸好他的攻擊力不算很高 防禦反擊 其實我們現在玩武器 極其量都只是玩具 你看到你的攻擊力其實也挺低的 我可以配置一下 不過他雖然說他很重裝 但是他的招就太容易避 你不斷對著重裝怪 繞圈圈圈應該也沒什麼難看 過濾塔的斬擊 來個防禦反擊 再來個防禦反擊 這樣就打完了 OK 你看到你拿著左手的把 是重路來的 右手的大鎚 一個跟我一樣 都是力量戰士的人 我們出發去了 打完之後 就會得到全遊戲最厲害的重型裝備 大山羊全套 你看到他的強硬度也是最厲害的 防禦力也是力帶之冠 不過他的對魔狂性會比我們拉塔恩將軍低 而外觀就完全不漂亮 所以我自己比較喜歡拉塔恩 但如果你是玩這個人性 玩霸體錶的話 大山羊會很適合你 因為你基本上 穿上全套的大山羊 沒有人會打得動你 這時候我們就回去 和柏奇聊聊天 好 回來的時候 我們好像要和他聊兩三次 他才會送我們 把東西賣給我們 因為你知道他也是漸漸格格 他現在都會側側的 我們先跟他說做完委託 他又很驚訝 說你竟然殺了瑞格拉斯 然後立刻在裝作 你做得很好 我代理報告 其實他是推了一個工作給我們 但現在就準備去領工 你當然不跟他客氣 不過你要先坐一坐 螢火去解決劇情 否則你就不能拿他的報酬 好 那我們委託的報酬 他會送一個熔岩竹台鞭給你 這個竹台鞭其實挺厲害的 一把信仰武器 好像帶這個火屬性 他很厲害 在他PVP 很出奇不易地攻擊敵人 他那個戰技 對於打PVP挺好用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試一下 但PVE來說我覺得他不太好 OK 我們完成了法奇的任務之外 在火山觀底 當我們完成了暗殺任務 或者你玩兩個以上的暗殺任務 阿迪亞羅斯就會觸發他離開這個地方的劇情 我們從這個側門繞進去 等他 他就會說話 他就說無能之極 根本麻煩妄想成為英雄 我們跟他聊一次 他就會覺得自己很無能 他其實去到這一刻 這個迪亞羅斯也挺有自知之明 一開始就 在原出廳堂的時候也挺囂張的 又說要幫他的女僕復仇等等 但去到這裡 他就開始有點自視不足 我們當聽完他說完這些之後 坐完營火回來 你會看到他會離開 但如果你玩舊版本 而不是最新的1.03版本 迪亞羅斯的任務會在這裡卡住 但我們在Elder Ring更新之後 他就會有任務的最後 任務會去到哪裏呢 會去到一個隱世村莊 叫虎村 位置大概在這個位置 我之前一直沒有帶大家去 因為虎村在未更新之前 是沒有什麼去探索的 我們就由畫家的破屋走下去 那個地方比較陰濕的 帶大家去找一找 我們過來的時候 沿著四五的方向 在卡尼亞樹齋後面 但我們就不要走去卡尼亞樹齋 因為我們一定要在高原位 經一些墓碑跳台跳下去 才會去到虎村 不然就沒有其他辦法去到虎村 而虎村正正就是阿力山大 的故鄉 這個戰士屋的故鄉 在更新之後 這個虎村就多了一個NPC 可以讓我們去對話 這裡下面就是虎村 那我們要找那個 墓碑 這裡有一個墓碑 你看到很多人寫了一些訊息 我們沿著這條路下去 一邊跳就可以了 不過這裡你看到很多血跡 其實這個位置都挺難跳的 差點差點 好 先拿下馬 這樣跳下去 OK 然後我們按下去就可以了 我們這裡在未更新之前 沒有任何劇情 但更新之後 這裡會有一個NPC 坐在這裡 這個就是小虎 我們跟他聊天 這個地方只有虎知道 你是不是想做圍虎師 你先答應他做圍虎師 就看我適不適合做圍虎師 他就說我手沒有畫畫的 圍虎師的手一定要畫畫 他就覺得我的手太粗造 但不能做圍虎師仍然可以聊天 其實他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讚賞 因為這個戰士的手 應該是很粗造的 所以他說我做不到圍虎師 是在賺你很有戰鬥的經驗 但大家之前有沒有留意到迪亞羅斯說自己不是一個適合的戰士 因為她說自己的手很光滑 配不上一個戰士 所以這個維烏斯是很適合迪亞羅斯做的 所以在稍後的劇情,迪亞羅斯會過來這個地方 她說這裡可以摘花等等 這就是第二段對話 我們隨便摘花 然後整個過程的任務就是不斷坐姿伏 去解決對話 直至迪亞羅斯出現在村莊 總之都是不斷跟小虎聊天 我們再聊一聊 她又會問你,你認不認識亞歷山大叔叔 就是那個戰士虎 這個小虎就很欣賞亞歷山大叔叔 她經常模仿亞歷山大叔叔說話 叔叔很硬,所以很強 她說話有點認識 叔叔不會回來的 這個小虎也有英雄志願 其實整個虎村他們怎樣令自己有戰士的概念 就是不斷吸食一些已死戰士的屍體 令自己有戰鬥意志 我們在稍後的情況下 都會看到這些光景 其實之前我一直沒有去找亞歷山大 打完碎星之後沒有觸發亞歷山大的劇情 在今集我們都會去見亞歷山大 因為我們今集拜訪的地方 有她的任務 這裡她會說道獵者 她說這些道獵者會獵殺他們 會搶東西 這個城市是隱藏的 所以你應該是我的祖父阿歷山 這裏應該就是 我們觸發到劇情差不多 應該我們再坐一次次復 這個迪亞羅斯就會出現了 帶前提來一定要是我去到這個火山篇 確定了迪亞羅斯離開了火山觀底 才會觸發到這一邊的劇情 我們來看看 應該就來了 她說村子來了一個新的遺虎師 叫迪亞羅斯 她說她手滑滑 但好像很沒精神 她說自己不是戰士 說自己是膽小鬼 不會再挺身戰鬥 OK 對了 你看到 原來迪亞羅斯 都非常有自知之明 去到火山觀底 她再一次做不到要做的任務 所以對自己是覺得自己很無能 而迪亞羅斯就出現在這個地方 她就成為了這裡的圍虎師 我們跟她聊聊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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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逃離所有選擇 決心做的任何事 好 好 但其實在這一刻 阿迪亞羅斯才真正 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 然後 現在就成為一個圍虎師 很滿足自己的生活 找到人生的目標 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一個人 知道自己的能力去到哪裡 是很重要的 好 這個時候 觸發了所有的劇情 我們接下來就迎來迪亞羅斯的結局 我們要隨便飛去一個地方 例如我們去這個畫家的破屋 來到這個畫家的破屋 我們就 把時間調到晚上 剛才小虎有說到有關獵盜者的事 我們睡到晚上的時候 這群獵盜者就會入侵這個虎村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回一回去了 好 回到來 你還沒看到她有任何問題 我沒記錯 好像要重複幾次 好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 就建議再飛多一次 好 當你重複幾次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裡的虎 被人打爛了 好恐怖的一件事 然後 你見迪亞羅斯 躺在遠方 而小虎 就站在那裡 我們 跟小虎聊一聊 到底發生什麼事 迪亞羅斯已經狠狠教訓 問過杜獵者 很多人都被破壞了 我不會哭 好了 我們來問問問 迪亞羅斯 到底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你是不是保護了他們 你 你 是 你 是 是 是 我保護他們 去到最後 雖然 你看到周圍 除了小虎之外 整個地方的虎 已經全部被破壞了 換句話說 迪亞羅斯 雖然趕走 道獵者 但實際上 他是沒有保護 任何的虎 但到最後 他竟然 奮不顧身 去維護 村莊 這種精神 其實絕對 值得加他 所以到最後 為了保護 迪亞羅斯的尊嚴 我們可以回答他 有保護他們 這就是迪亞羅斯的最後 一個 由開始狂妄自大的人 到最後 審視自己的不足 然後 最後都能夠做上一個英雄 那我們再跟這個小虎聊天 小虎這一刻 非常崇拜迪亞羅斯 以這種精神 其實迪亞羅斯 已經贏了小虎 對他的信任 然後我們再坐一坐 這個慈福 然後再起來 你就會看到 這個小虎 就在迪亞羅斯的屍體上面 其實他正在進食著迪亞羅斯 把迪亞羅斯塞進他的體內 因為他很欣賞這個戰士 想把他的精神留在他身體裡 這就是虎村的戰士虎的傳統 你看到小虎這一刻的聲線 都已經是沉實 穩定了 OK 這個就是迪亞羅斯 他的最後 但其實還未完 如果我們想收拾他的頭盔 我們這裡又是 坐一坐 我們會收拾 迪亞羅斯的套裝 而 憑著那些套裝的描述 你可以更加了解 他和他哥哥 遊樂霍斯爐的劇情 這一個 NPC 迪亞羅斯 這一個劇情 其實我自己也挺喜歡 就得到他的頭盔 和霍斯爐的花瓣 在他身邊 你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會有兩個花瓣 一個是他哥哥 一個是他自己 可以用這個 雙邊樓 我們在上一集暗冊任務 打遊樂霍斯爐 他也是用雙邊樓 我們看看他的頭盔 他哥哥的頭盔 就說明霍斯爐家族 就說弟弟很無能 而哥哥 就因為弟弟這麼無能 就可以很安然地痛愛弟弟 一個很疼弟弟的哥哥 然後 這個弟弟很憧憬他哥哥 想變成以血代言的霍斯爐 但是 哥哥是不希望他這樣做 然後他的規格也會說到 他哥哥的規格 原來是說到 這個遊樂霍斯爐很有風骨 原來火山觀底是曾經邀請過他哥 成為伴侶者 但是 霍斯爐就淡然回絕 就說我早就早在染血的路上 所以他哥哥是一個很型的角色 霍斯爐以血代言 他的劇情就來到這裡了 接下來我們就遊覽一下火山的不同地方 也會觸發NPC劇情 我們其實 我們來這個火山觀底 當初是因為阿拉雅的任務 給了一封邀請鹹 我們就直接來火山觀底 如果我們不經這個方法 是怎樣來火山觀底 就是要由這個亞壇高原 一直走一條路 來爬山才過到火山觀底 而途中會有些BOSS打 我們就沿著這條路 帶大家走一次 我們回到亞壇高原 我們就沿著這條大路 一路走到這條橋 就開始我們過火山的燈山之旅 這裡我們快點放 我們就過到這個燈山位 其實這條橋你見到前面是日蔭城 他就故意做一條橋 讓你欣賞一下建築物的尾 可惜現在下雨 你看到日蔭城 那我們就開始 隔蜜爾火山燈山裡 OK 其實整個路程就不會很長 不過要經常爬樓梯 其實如無意外 如果你在這地方 如果你沒有像我上一集 跳過柏奇的劇情 我們是會在這附近 看到柏奇的劇情 會有一個陰影 不過就補完不了 遲些在這個 我的另一個攻略 就是NPC全攻略 我會補完柏奇的劇情 給大家 OK 這裡 左邊其實有個樓梯 讓你登山 但是前面會有個紅靈 入侵我們 也有一個挺厲害的奇蹟 我想先撿那個奇蹟 走過來這裡 你會看到我們突然下馬 就因為有人入侵 我們先拿一個奇蹟 金樹立世 跑夠了嗎 我們來打這個 吞世退色者 安娜塔西亞 我們其實之前已經打過 就好像在一個教堂裡 好像他有入侵過我們 這次就會拿到他那套裝備 好 不斷的防滑 嘩 有點了 好 等他出現了 好 羅雷塔 撞擊 哎呀 那些狗糟糕 有點煩 好 得到他這個神聖之解賽刀 不是特別厲害的武器 所以不多介紹了 我們打完這裡 可以給大家看 因為是後面 我們就沒有辦法可以沿條橋 直接去火山 因為橋中間斷開了 你看到火山觀底在這裡 如無意外本身 應該是這樣直走過來 再過來火山觀底 但是他這裡斷了橋 我們就要被迫 爬這座山 那怎樣 爬這座山呢 我們就後面 其實有個樓梯 OK 那你見到前面 有那些敲紋 那些東西 對 旁邊這一個位 我們就會見到 有一條樓梯 我們盡快上去 以免這東西 追擊我們 OK 其實這個登山之類 就很簡單 你不斷都是向上爬 就可以了 他沒有什麼分支路 也沒有什麼礦坑動員 等等的東西 給你玩 所以其實整個火山篇 我想很短 我玩完今集 如無意外 我下一集應該會是 火山篇的主線 OK 因為我們除了這個登山之類 我們現在是上行路 我們在遲些會玩這個火山的下行路 OK 那我們就會來到這個登山處姆記載 是一個第一的休息站 對 第一休息站 那後面的棺材是有些奴因 但是整個遊戲機裡面來說 我想告訴大家 我收拾了一些奴因 我從來都沒有用過 我只是順著主線玩 順著支線玩 你看到我已經夠錢用 亦都升到一百零幾 根本這些奴因 我會當是一個儲備 在我升裝的時候 可能我才會用 好 來到第一休息站這個位 如無意外 如果你沒有跳到魄奇的劇情的話 在這隻南瓜頭的後面 你會在這個位附近 發現有一個符文 是靈射光的 就是柏奇石的符文 說前面的七色石有一些寶物給你 你跟著七色石走 會觸發一個 柏奇害你的劇情 而這個害你的劇情 在歷代來說 也是一個經典的劇情 Dark Souls 1 Dark Souls 3 都有這些 柏奇害人的劇情 但是 很抱歉 我真的上一集 我完全忘記了柏奇的劇情 所以我就 直接讓柏奇去火山觀底 所以這裡 拍不到給大家看 我遲些在柏奇 NPC全攻略 會和大家 補完 我這裡 拿到這裡的 好 火箭 沒記錯 好像要再上 這裡拿什麼東西 我都不太記得 先看看 滑輪功 這些都是玩具 對於我們的角色來說 都沒什麼用 不理他 下去吧 OK 這個登山地方 最麻煩的 就是一個 有一個很噁心的 BOSS 我都很不喜歡 我很不喜歡打那隻BOSS 因為 很欺負近戰 打那隻BOSS 待會 我都用兩把 擊 來和他打 可能會有點吃力 所以待會 打那隻BOSS 我可能換兩把巨劍 來和他打 應該會打得輕鬆一點 如果你說 比起巨劍的話 其實我們 這個 雙擊流 老實說 輸出不是很高 都算是 半玩具 OK 有隻摺子 我忘了打他 算了 直接跳了 我們有大盾 打摺子很簡單 這東西會彈到 OK 你看到前面 又有一條樓梯 很多樓梯 你一直沿著樓梯上就可以了 我建議走左手邊樓梯 因為左手邊樓梯 會有一個商人 你可以順便找他買一些 石劍藥士的補充品 右邊 我沒有記錯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拿 所以就 走左邊 OK 那我們今集的 劇情 我們除了走這裡之外 我們稍後會沿著樓梯 走到佛滾河 繞這個火山走一個圈 不過我們稍後再跟大家說 我們來到這個商店 基本上都是買了製作筆 和石劍藥士 我就不會再管那個商人 OK 我們沒有記錯 上面好像還有一個賜福 我們就準備打BOSS 那隻BOSS就 聚星承獸 我們在之前阿坦高原 和某個礦坑 已經打過他的 聚星幼獸和聚星獸物 這隻也是 聚星系列最成熟的 所以它是最大隻 和最高攻 也是最麻煩 最難搞的 好 先看看 休息位在哪裡 應該不是未到 應該要過橋 這裡會有些英雄墓碑 會讓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背景故事 這裡你看到這麼多士兵城 原來是一個火山觀底攻城戰 OK 不過對於劇情上面 這裡我 不是說很感興趣 OK 你看到這裡有個上升氣流 就是打BOSS的地方 那 我們 整裝待發 拆掉所有東西 然後換回 過往的裝備 就是這個遺跡大劍 和我們把十巨劍 配上一個跳匹護符 這件衣服 就做回 這件衣服 黑羽 猛琴黑羽 好 裝備重量是中 那麼 就會打得舒服很多 打BOSS真的用跳劈流 一句 就是最舒服 好 那你見到這隻就是聚星成仇 又是有個獸蝦 OK 你打到沒有 我還沒準備好 先喝冷水 好 來個跳劈 然後下去 再來 這隻的攻擊力度很高 所以我覺得很麻煩 再來 踢他的頭 你不斷踢他的頭 他會爆頭 看看有沒有機會爆到他的頭 這次 看著他會弄碎石 最好不鎖他會好些 撿走 OK 再來爆他的頭 很麻煩 再來一次 爆他的頭 爆不到 這個位置太高了 他好像出大絕 對準的位置 可怕一下 一會一下 一會兒打下去 嘩 這個也要中 好 這裡用跑吧 縱走 OK 等他的頭下來 一會平衡 一會兒把他撕到他的頭上 爆不到他的頭 上面用瘋子吧 你看他們的落石打AOE是很麻煩的 因為今集的怪物真的有很多AOE傷害 爆不了頭啊 再來 不要欺負近戰帶 來吧 準備QP 生得太高 應該要在高位置打下去 對來打下去 看法都爆了 喂!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我們...不要緊 冷靜應對 冷靜應對 喂 不是啊 召不到馬 喂 死了 哇 擊鬼死了 那怎麼辦? 好不公平 又... 重新打過 搞錯啊 這樣掉了 你看看我的靈魂還要掉在那個位置 哇 擊鬼死了 搞錯啊 這次我不放水了 這次 哇 擊死了 真的 真的擊死了 咦 有沒有搞錯啊 要再打一個 又是地形 啊 沒問題 唉 沒力氣 好 省緊 好 整個QP 唉 束線束結 這次我不跟他玩 好 OK 這...他這些招都蠻麻煩的 如果回復得太快 再來一次 站定定啦 OK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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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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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來個戰警 唉 怎麼打不中啊 再打 下隊 這一隻 這隻 等他攻擊了 那就... 那些招多 Animal 很像蠻近的打 飛來飛去 為什麼扣他不倒 再來多一點 不管他出技了 直接打 扣了半血都OK 浪費了我的時間 浪費了我的 那個 浪費了我的什麼 那個 大奴因 搞到我沒有一個 再來 失控光過 再多一下 再多一下 爆不爆頭 爆不了頭 爆不了頭 再多一下 其實是否不能爆頭 這隻 來多一下 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經常 不知道是否沒有部位破壞 有啊 有爆頭 有爆頭的 到最後一刻才爆頭 OK 這隻 其實他沒有什麼特別的 有一個星獸半惡 這一個是一個 他的戰技是落雷 其實也是一把很厲害的東西 不過我們好像不太適合 看看先 沒有記錯 他是一個大鎚 他算是特大武器 會有重力雷電 其實我們的智力是夠用的 我們是可以玩這個 兩種 就是二刀流特大武器 那他那個重力雷電 跟普通的落雷 是不同的 有一個智光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有什麼 好 他有一個這樣的落雷 挺特別的一把東西 OK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玩一下 欸 死 死了 我今集 不在狀態 不斷被這裡的地形害死 好像這個地方有點黑 我們來看看這個位置 你就會看到這個火山棺底 已經在我們眼前 我們要怎樣過去呢 其實就是沿著這個石頭 我們就會到火山棺底 但其實因為我們在之前 已經收到邀請鹹 就直接進去火山棺底 我就不需要再走這條路 所以這裡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整個登山旅程 就由這個 移送罪人之路 一路走就去到罪人橋 接著就去第一休息站 然後再去第九休息站 這樣就完成了整個登山旅程 我們不需要這個特大劍套裝 我們把它換成我們那個玩具套裝 這個二擊流防禦特大盾 先看看吧 我們的龍爪盾 我真的挺喜歡這個龍爪盾 挺漂亮的吧 這個時候我們走完這裡 我們接下來會帶大家走佛滾河 但佛滾河有關阿力山大的劇情 我們要先觸發這個 他本身未觸發的劇情 我們回到瑞星塔拉欣 拉塔欣 說錯了 回來這個山優 我們之前沒有跟阿力山大說話 你見到阿力山大在打完這個拉塔欣之後 他都在這裡 跟阿小烏一樣 收集到這裡所有 戰士的一些屍體 拿到這裡 對阿力山大在打完這招 他在打完這招 他在打完這招 內容物漏了很多 所以現在他們是補充內容物 他們的那些戰士壺 沒有了內容物的時候 他們就會沒有了勇氣 所以他們在那補充屍體 他們在這補充自己的勇氣 他們說有很多戰士的屍體 這裡附近有很多屍體,非常出色 他們說到時再會 我們就觸發了阿歷山大會離開的劇情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佛滾河 如何去呢?你可以由這個... 看看吧 之前登上阿坦高原 在賢者洞窟那裡 你可以一直繞過去 在提比亞換星船那裡過 但是我們之前很久了 在尼耶利亞編在學院那裡 我特意被人抓去火山棺底 給一個地底烤紋的機器 我們就開了一個次幅 就是地底烤紋鎖 那裡有隻BOSS 打完那隻BOSS再出去 就會很快去到佛滾河 我們出發吧 我們來到火山棺底下半部 我們就... 這個位置 會打一隻都很麻煩的BOSS 看看吧 如果我... 打這隻BOSS 可能用跳劈 會打得舒服一點 OK 先安裝一下 其實這裡直落就是打BOSS的位置 但是... 因為... 其實我們... 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 其實都... overlevel了過來 所以打這兩隻東西 對於大家來說 應該就... 不算很難的 因為我們的武器 和能力值都很高 他這隻二人組就不難 就是一個... 老少女人流二人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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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我攻擊力很高 所以就不怕 不過這隻東西 其實呢 你一打一 是完全難是難在他的RNG 好 好 那就... 先砌一隻吧 好 好 你見到打得很輕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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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他 先 不要轉 共享勝率 好 來個跳 跳不上 好 這個轉轉圈 等他轉轉圈 就可以了 好 直接借他 OK 好 得到這個 敲問足台 我們 過程度 真的打得很輕鬆 就算用這把玩具擊 都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就很快地可以來到佛滾河 佛滾河是一條很長的道路 那... 他... 為什麼要過來這個地方呢 就是因為他 關乎到一個傳說級的魔法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過一過來 拿 因為你要拿到這個傳說級的魔法 他才會... 叫做... 觸發到另一個魔法師的任務 所以為了解更多的NPC任務 給大家看 都會... 離到這個地方 雖然這個地方其實他的品牌 就不太適合 不過他都... 有些Boss打,有一點探角感 我覺得火山的Boss性做得比皇城有些心機 皇城很多Boss有些重複,雖然Boss重複,但在戶外地帶有Boss打 而不是每次靠坑道打,感覺上開陽一點沒那麼悶 前面有個墓門,這是佛滾河的礦坑 有時間可以打,因為沒有解謎,可以很快地玩完 我們用石劍藥士,有多少石劍藥士? 四把,用完這裡可以塞兩把 這裡用了兩把,不過在之後的章節也不太需要用石劍藥士 所以我們應該夠用的 我們休息一下,繼續吧 這個地方沒什麼保密,Boss掉下的東西也不適合我們用 不過一場來到就玩了 這裡好像沒有錯,可以收拾一些東西 這裡沒有東西,只有士兵休息室 好,我們沿著路 一路下去就可以了 有一個類似Dark Souls 1 一個病村的地方,也是沼澤 很討人討人,宮崎應該很喜歡做死人沼澤 好,Anyway,這裡其實完全沒有難度 他會有一套套裝可以拿,就是有一套蘑菇套裝 看你拿不拿,我自己覺得這個蘑菇套裝又不漂亮又沒什麼用 所以我就拿了,但是對我們來說沒用 前面這個位置打Boss,不是,右邊這個位置打Boss 前面這個位置就是拿那套蘑菇套裝 那我們去 拿了一套蘑菇套裝 這些這樣的 老鼠全部不要理 OK,中著毒去打都應該完全沒有問題 沒有隱藏牆壁的,搞錯了 OK,就是這套 不是啊 未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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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再進去 這些花粉位就會拿到 蘑菇的全套 這裡的怪物我全部不理了 完全沒有挑戰性,沒有難度的 大家都看了這麼多集 你們應該都會有共鳴 其實這些礦坑 走來走去都是差不多的 有一點沉悶的 好,那我們來打完Boss 我都要控制一個小時內打完一集 所以我都沒有那麼多時間跟他消磨 好,收拾這裡的東西 接著就直落 應該是Boss位了 先爛開 好,接下來Boss更加無聊 一、兩隻腐敗眷屬 也就是之前說過的一些賴尿蝦 又是一些毫無硬度的東西 好 我們利用二刀流跳劈 輕鬆解決 二刀流跳劈 加一個羅雷克戰技 好,直接倒一隻 那就搞定一隻 冰桂神速而已 再來一隻 二刀流跳劈,羅雷克戰技 打不倒他,他避開了 弄好東西 來多一下 武器 先撿走 離個跳劈,打完 輕鬆鬆 腐敗眷屬的寬魚 又是一個飾物 當作儲物 這個寬魚就是當敵人陷入中毒腐敗 能夠升攻擊力 如果你是玩狀態錶的話 如果你能夠同時上中毒 和上到出血的時候 令到敵人有這些東西累積的時候 你就會很高攻 所以這個是可以研究一下 的一個錶 好,那我們出去了 這個地方走完 我們就沿著路 一路繼續走我們這個佛滾河 佛滾河其實也挺 路途遙遠的 這裡很古怪 你看那些屍體 是從天而降掉下來的 為什麼它是 它好像不像怪物一樣 OK 沒有記錯應該多走一點就是這個佛滾河終點 然後要走一下 那些城 那些城 前面都沒有什麼看頭的 完全是 容易打的 好 沒有記錯好像有個刺幅 對,前面有刺幅 前面那個城都做得有點刺的 那隻城只有一個怪打 亦不是BOSS 可以拿到它的武器 那它的武器也是有點廢 其他城反而做得會比較出色 例如日陰城 魔恩城 會多些東西玩 這個城 做得很大 但是 它沒有探索 我們進去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正門應該在這裏後面 應該在這裏 正門在哪裏 射咪啦 大哥 好像是走錯路 等一下 我們繞一個圈應該找到正門 是不是在這裏 糟了 應該 正門在那邊 是不是呢 我們又走一些冤枉的路 這裏才是正門 好 你看到有隻大主教的東西站在這裏 來多耀菜 好,上一上勝率就有它了 革密的火山大爆發 好 玩一個 玩 艷術的怪 完全沒有難度 你看它也扣不到我們 對一個重裝置 怎麼會怕呢 輕鬆鬆搞定一下 得到它這個主教大火錘 這個大火錘其實也是挺好玩的一件事 它的戰技是會不斷向前衝的 有興趣的朋友也是可以試一下 這遊戲的戰技 特殊武器 很多時候都當作只有玩字 這裏跳出去 有一個火對決的 拿起來吧 好 這裏其實沒有東西走的了 作成力這麼大而已 你看到那些寶箱呢 被人拉起來了 什麼都沒有 這裏只有火對決 和主教大火錘 如果你玩火屬性的話 可以試一試 OK 那這裏就不押 哎呀 召不到馬 進到這裏了 就是一個四四方方的一座 很普通的城 好了 那我們在這裏走了 接下雷呢 我們要走到這個 後半步 傳說魔法 就要在佛滾河的最盡頭 我們才拿到 佛滾河 這裏上去就對了 好 待會就給大家看一看地圖 因為它其實呢 我們現在是 正在走什麼路呢 我們是沿著整個格密爾火山 繞長一周走到盡頭 這裡有波士打的 OK 就是這個 熔岩土龍 我們打過兩次了 在這個貴利德打過一次 在亞坦高原那裏也打過一次 相信應該都不會難過大家 而 這裏的後面會有這個 阿力山達的劇情體 我會不會太貪刀 OK 有點貪刀 咦 翻滾 OK 出來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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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羅雷塔的斬擊 扣那麼少 它抗磨性高 喝口水先 嘩 這麼痛啊 喝喝喝喝 這隻挺高的 再見 好 這隻也沒有任何物品 可以出爛鬼龍心狀 OK 然後我們主要過來解解NPC劇情 你看到阿力山達這個時候 會在這個地方 我們跟他聊兩句吧 沒有記錯呢 好像在遠 不用下去 你看到他在浸泡溫泉 你看到他在浸泡溫泉 嘩 為什麼你會在這裏呢 來得正好 一邊旅行的時候一邊做的 虎頭罩 他說他現在要向東走 有一個永不適業 熄滅的火焰 他其實在引導我們過去這個巨人火鍋 他說遲些他會去東面那個巨人山頂的一個永不適業的火焰 去鍛鍊自己 那麼 他的劇情暫時又是來到這裡停一停的了 亦都要去到很後 我們才會再見他 差不多接近爆機才會再見他 好 你看到我們沿著佛滾河 本身就由這個人偶 走去這個 哎呀他有點怪在搞我 好 我們本身就由這個佛滾河的 你們打夠了嗎 算了我們稍後再介紹 太多人在這裡阻礙我 這裡的墓碑有些勞恩汁 也是儲一下錢 得起二仔四仔勞恩沒什麼用 最重要是這裡 這裡你會看到有個 雕像 前面這裡 有一隻紅人 先引他跳下來 然後我們要慢慢引他過來 引他過來 你用一隻紅人 哎呀小蠟 又撞下我 過來吧 別搞那隻馬 打了那麼久也忘記坐次伏 怎麼會吸了我過來 來多一次 這樣推倒後你就可以拿到裡面 六顆的斷造石 我們可以更加強化我們那把 戰擊 看看吧 有十顆 但我五仔石好像不夠 anyway 我們差不多 走到這個終點了 終點位也有一隻boss 打的 好 這裡也要休息一下 剩下一支紅水 順便 升個LV看看 現在的LV 都升不到1LV OK 我們看一看我們本身就由佛滾河 佛滾河在這裡走 一直在佛滾河洞穴 再由佛滾河洞穴 走一個圈 來到這個終點 然後就入了這個要塞 再走到來戰士壺打熔岩土龍 然後 就來到這個 將人破屋 我們是完全繞著火山 走一個圈 這個就是火山做得比較有趣的地方 上面是火山觀底 而且下面的設計是被你繞牆一周這樣玩 這個設計是挺有趣的 其他的地區是沒有做到這樣的設計 OK 我們 來到這個地方 遁世者村 也是整個佛滾河的 end point 會收到一隻boss打 先搞定這隻 轉轉 我們用擊的話 如果你充滿氣攻擊 會有兩段攻擊 這樣斬兩東西 他第二段的攻擊是挺高的 小喇叭 不要搞了 那本書很棒 打這隻亞人女王馬基 打死了 兜頭砍下去 他那個近戰高弓的魔法 誰在放火打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跳 我玩武器這麼短 羅雷塔的斬擊 OK OK 他的魔法 這麼高 我的套裝的抗磨力好像很低 打完 OK 都相對地輕鬆 我們 其實已經是走完整個 地方了 我們來 點這個 磁複線 你看到後面會有隻大魔法師 這個就是傳說的魔法師 這個地方 起源魔法師 阿茲勒 我們 有很多魔法都以他為起源 有阿茲勒什麼的 而我們 就會拿到阿茲勒的究極魔法 揮石魔法的起源 好 手又慢慢打開 給我一個碎星 阿茲勒的 看他的描述 就寫到是一個傳說魔法之一 是起源魔法來的 我們有了這個魔法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觸發一個 NPC的劇情 就是我們當初在寧格武福 遇到的一個 魔法師 阿瑟勒 不過今集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喜歡的朋友給我一個like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